剛剛光晴提及的是 這個總統大選 他事實上各種議題都會攻防 可是主戰場確實 國防外交經濟產業 那台灣因為很M型化的收入 跟很M型化的經濟 事實上他也會有世代爭議 跟年輕選票的期待的差異 我請教韋航你怎麼看 剛剛講說 侯友宜是表面上的民調最高的 這個藍營的政治領袖 可是剛剛講的那一些檢驗 就我跟黃光晴都會提及 也會檢驗 國民黨的人可能可以去迴避 可是這個社會沒有辦法 這個完全迴避 不看這些面向 那個就跟民進黨在台南那88槍 這88槍這個社會 就會把焦點也看到賴清德身上 槍不是賴清德開的 可是要買單的可能是賴清德 你怎麼觀察選戰 這個賴清德可能對決誰 那國民黨內部可能有什麼變化 這我先從比較大的格局來看 年輕選民到底在乎什麼 其實他有比較長線的部分 短線的部分 短線部分年輕選民看一個爽 看一個就是我這個政治人物給我 瞬間的情感的那種衝擊 這是一個啦 那另外長線就是政策 這個政策到底有沒有實質說服力 好那這個政策實質說服力的部分 這個大概這個蔡陸陸續續 大概要辭職大選才會端出來 初選應該不會 他也會去處理這一塊 那我們就回來看短線的部分 短線的部分就是 首先看有沒有明星 我必須要說這總統大選是沒有明星的 沒有一個候選人是他出現 哇年輕人說 喂那個在那邊耶 趕快去合照 我跟你講年輕人會合照 現在只有王世堅啦 所以其他都不會理他 所以我必須要說 這是一個沒有明星的總統大選 大家支持他 特別是年輕人 會覺得說喔喔喔喔 對對對 那個誰啊 那麼多人 賴清德 那個誰 侯爾宜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 他能不能給人一個瞬間的印象 比如說他最近有沒有哏 他有沒有變成迷音 他們有一句話 是大家可以知道 共同嘲笑 共同引用的 有沒有 我認為侯爾宜 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麻煩 我們在 很多 中立性質 比較偏中間性質的一些 新聞媒體的網站下面 可以看到那個留言區 被大量的人在洗 那個好好做事情 就是 他們講好好做事情 其實不是站在支持的立場 是站在嘲笑的立場 就是 發生新北發生大火啦 好好做 底下都是全部都好好做事情 新北的車子撞到人啦 全部都好好做事情這樣子 連台中的公車撞到人 都好好做事情 老時候關他什麼事 而且你看看我做這張圖卡 好好做事情的對聯就是台灣發大財 而且這種世代交替 前一個世代說台灣發大財 怎麼發財 不知道 好好做事情 所以這兩個 事實上在我眼裡 他們本質的靈魂類似 他們表象不一樣 但是周圍航剛講到 好好做事情一定變成網路 迷因網路的 而且好好做事情 感覺上可以像跳針的答案 任何事情都應該好好做事情 像我剛才講的那個現象 底下留言區不管什麼事情 你都回好好做事情 意思就是已經 他就已經被年輕人 或者是有一些刻意的網軍 你想要把它操作成 後遺出現的時候 他就只會回這一個 所以我們回歸一個根本 年輕選民看的是什麼 政治人物 你有經驗做了那麼久 你應該要比我強吧 你應該比我懂事吧 你應該比我聰明吧 可是如果我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我感受到 一你很廢 你好好做事情 你身大老公公啊 好好好從頭到尾都好好 那再來就是 你實際上比我笨 你比我懂得少 這就麻煩了 韓國瑜之所以會覆沒掉 就是因為他後期傳達出來的印象 就是他是個笨蛋 而且這個笨蛋很強烈 年輕人會覺得 哇塞你居然比我笨啊 這一點是不行的 所以到這場選舉 前段我們講的前段就初選階段 也許就會有些人就已經開始 對方是沒腦的傢伙 對方是個笨蛋 如果年輕人 重點是年輕人 他要關注這個選舉 接收到這個訊息的話 結果後續的整個選舉 產生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變化 我現在沒辦法預言就是 民進黨推出來的 這個賴清德會不會被洗 也被洗成是笨蛋 對 不知道 因為賴清德 我們先站著把侯友宜 這個扔到一旁去 因為他法戰可承 他都後來後去的 那我們來看賴清德這一部分 賴清德現在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他2022的時候 沒有和其他民進黨人一起耍笨 這是他最大的優勢 當其他民進黨人 哇林智堅論文寫了 好有讀過兩本論文的人一定會 這個太長了 蔡英文講太長了 就什麼 尊重林智堅追求清白的權力什麼的 沒有一起耍笨這件事情很重要 他沒有向蔡宜出來開槍拒絕耍笨 那就算了 但他沒有耍笨這件事情 使得他沒有在笨蛋大會戰中 摻繞一角 所以那個賴清德的起步至少是安全的 我們可以說他是零分 但他也沒有證明他不笨 他要證明他不笨就是後面 如何處理笨蛋 之前耍笨的這些人你要怎麼辦 那當然這些之前耍笨的人 現在趕快拼命的比如說 我要拉高嘉瑜下水 我要拉王世堅下水 我要拉這些人下水 來證明我好像不是笨蛋 要笨蛋一起笨 我要強制他當笨蛋這種感覺 好賴清德怎麼處理笨蛋 就必須回歸一個現實 笨蛋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在2022 引起這麼大的衝擊 為什麼關鍵的中間選民會跑走 因為講白一點嘛 就是實在是看不下去 原本支持民進黨人 為了一個政黨意識形態 為了一個很空的抗中寶台 甚至抗中寶台內容是什麼 也不太知道不太確定 然後就集體耍笨 為了捍衛林志堅 去做出很多問題 那我跟你討論了 你剛剛講說韓國瑜的 這一個選舉攻防的後段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 他某種程度是醜假化 而且笨蛋化 那年輕人也不見得 這個非常非常愛蔡英文 可是呢這個相對於韓國瑜 他就投不下去了 這是一個 可是當年是2019年的6月份 香港有反送中 很多年輕人是網路世代 那香港的網友 那香港的網路的氛圍 事實上第一線就衝擊了台灣 所以那一些相關的事件 催生了這個蔡英文的新的高票 那個其實很像股票市場 在創股價新高 蔡英文就是創一個817新高 可是今年 不是說今年 去年1.126 不好意思就蒸發了300多萬 這樣選票 都跟股票在疊一樣 股價817疊300多 就是打6折7折嘛 那比方說這一塊的票 他確實波動跟猶疑性比較高 這是一個 第二個 當韓國瑜爛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當時的蔡英文就變成唯一選項 所以相對上就你的判斷 對賴清德來講 侯友宜比較好打 還是朱立倫比較好打 還是郭台銘比較好打 首先我必要強調 韓國瑜這種奇葩不會再現 國民黨有學習能力 他不會再完全重蹈覆轍 去推出這個 你可以注意 國民黨現在很多在基層的選項 他也不是直接批評韓國瑜 他的講法是 百姓並不選擇韓國瑜的路線 百姓不要韓國路線 那勢必要有一條其他的路線出來 結果國民黨這些在基層的選項 甚至他們賣的就是 藍票外省票 他還知道那一套是不行 基層沒有賣點 所以 侯友宜一定不會採韓國瑜的模式 那他會採什麼樣的模式 或朱立倫出來選 他會採什麼模式 其實國民黨人自己心裡也在拿捏 哪一邊的模式比較好 目前我覺得大家都還是兩面壓寶 什麼叫兩面壓寶 就是這些國民黨人他不會說 我一定支持侯友宜 或者是我一定支持朱立倫 但是初選的時候就勢必要表態嘛 你到底比較支持哪一個 所以他們現在還在觀察說 那接下來這兩個人誰會選擇出一條 比較沒有中間選票的路線 他可能就會把這傢伙踹走了 所以不要講說現在侯友宜民調比較高 朱立倫只有個位數的趴數 他們就不會去選擇朱立倫了 我認為他們如果發現朱立倫還是 比如2018的那個正常倫 如果他去訴求正常倫 當然2019這個正常倫就不行了 但是必須要說2018之前的 這個正常倫的形象 還是有某種程度的那種說服力的 好 所以如果朱立倫是走正常倫路線的話 我認為賴清德往中間侵蝕 就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因為侯友一定 就是應該說朱立倫一定可以卡到一些 關鍵中間的模糊票 要講說這個817萬票 他其實除了韓國瑜耍笨之外 也牽涉到反送中的推力 結果這次股票會長成這樣 他有好多的動力員在推 他的推是背後的那個金流 有很多來源 才把他推得這麼高 但是現在賴清德要去找到 這麼強的朱立倫很難 你說朱立倫要通定失動 把所有中間選票拔回來也很難 所以我認為雙方 在搶中間選票過程中 力量幾乎可以說是抵消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即便是朱立倫出來 大概也只是跟賴清德逼得很近 但有趣的是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現在 剛剛在講說他到底是這個從 開高走低還是怎麼樣 還是開低走高 朱立倫一定是開低走高 因為他現在是低到不可能再低了 他一定是走高的 但是侯友宜 現在就是他後面的操作 當年輕人的眼睛 特別是中間選票的眼睛 去看的時候 看到了什麼 侯友宜能不能繼續躲藏 說白了 好做事情就是要躲藏 所以侯友宜一直想說 我就這個躲在新北市 我就在市政的範圍內去進行論述 我都在市政上儘量撒錢 去滿足地方上的民代里長 我的選舉過程就可以一帆風順 我憑著這個大家對我侯友宜的 台灣人的印象 沒有這一套可以選市長 但是這一套很難選總統 對啊這個就是拉到格局站 我們剛剛在討論耐清德的困境 耐清德要去選高雄市長也很容易選 對 耐清德要去選台南市長也很容易選 耐清德現在還難的是 總統怎麼選啊 對不對 就是你選市長跟你選總統 你要面對的考驗跟那個炮火 完全不同規格啊 我必須要說侯友宜 他會有一個錯題 就是他能夠拿到中間選票 重點是侯友宜沒有意識到失敗的言動性 他沒有失敗 他沒有真正的失敗過 而且他是越選越爽 他會覺得說我這個做法 是有中間選票 當然你去跟他說不對喔 你應該嘗試說服年輕人 你應該嘗試說服軍力選票 你應該嘗試說服這個外交 這個對兩岸有興趣的人 但是他會覺得說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吧 我就照我現在這個巷子繼續 他沒有信任的幕僚 他只有聽令的手下 我覺得這一點很關鍵 警察出身的就是要聽命令的人 他沒辦法聽別人給的建議 頂多就是你跟我平級 我們大家兄弟一場 從他跟媒體的互動都知道 他只要被罵 他直接找媒體人打電話溝通 你跟媒體人講那麼多幹嘛 找那麼多人吃飯幹嘛 你什麼時候去面對百姓 面對中間選票 我覺得這才是侯爾宜 如果心念不轉 如果心念有轉 也許還有救 心念不轉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一路啊